在这吃一趟洗手间啊 两个小娃娃在这蹲在这吃东西呢小娃娃 我去查试 沃尔格林查试去取那个 他们蹲在这吃饼干呢 去沃尔格林查试去喷鼻剂啊 去小娃娃她不会开 会开开开了 对她来说这个门还是比较重啊 昨天大宝突然回微信 好几天没回复微信了 我让她跟她的姐姐联系一下表姐吧 我姐家的孩子 我说你那表姐在你所在这个城市呢 她参加一个培训班 住的是酒店 你看她需要什么帮助的话 到时候你跟她联系一下 毕竟 大宝是在那住嘛 这谁的拐杖扔这了 然后大宝就说跟 后来大宝他就通过 哎 哎 那个拐杖是不是我拿着 我出去用啊 拿着吗 是谁扔的拐杖吗 拿着以后我到哪去煮煮拐杖 哈哈哈 不倒是别人扔的还是落在那了 一会看一下 有个拐杖 我其实确实需要有个拐杖 这边经常有人扔那个双拐 但是双拐太夸张了 这种小的一个拐拐拐杖 还是 还是挺挺方便的 就是 手里煮着 可以当个打狗棍嘛 有狗过来可以打狗 没有狗呢 自己可以煮着 这种拐杖 看 我研究一下 这拐杖 研究一下 这个拐杖已经不行了 它 它是两节嘛 其中 下边那节没有了 哈哈哈 不过其实 如果需要的话 自己买也行啊 哈哈哈 他这个 你看 在国内也是有的人 看着扔的这个双拐啊 指的是一些人 他的腿 受伤之后 把这个拐杖扔了 意思是去除晦气吧 但是我总觉得 你腿好了之后 把双拐扔了 有点泄墨沙驴的这个架势 对吧 因为 你那腿坏掉了 可能通过拐杖的助力 让你康复了 你知不知道下次还会出问题啊 所以我还是 建议 那些曾经用过拴拐的人 还是要保留啊 哈哈哈 而不要抛弃拐杖 哈哈哈 嗯 这下娃娃头发还是挺密的 娃娃头发 然后跟大宝微信 我看他 我首先是留言 我说你 你跟你的表姐联系一下 看他需要什么帮助 第二呢 你要带着弟弟看牙 再我呢 就是 呃 我就拨了过去啊 并且设计录屏啊 之后呢 接通了是他的弟弟 二宝直接说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只能说 我说爸爸把这边的车处理完就回去 只能这样说 我也不知道找什么理由 跟他解释啊 虽然我跟二宝已经有七年没见面了 他对我也没什么印象 但是还并不见外啊 我觉得这就是血缘的这种力量吧 他在很小的时候 刚出生的时候一直照顾他 不过那时候他没有记忆啊 没有印象 我走的时候呢 他十四个月其实也不记事 但是呢跟我聊天的时候呢 他并不见外啊 呃也是腻腻乎乎的 什么时候回来呀 这样的 以前说过 想死你了这样的 然后 我在镜头里看到他三姨 在沙发上躺着看电视呢 我也打个招呼招着手啊 他三姨笑呢 好像牙齿 有点牙缝很很大 还是牙有吊的 不知道 他在牙以前做过那种 牙齿贴片 就是把门牙给他磨得很 磨得很薄 之后贴上贴片 就是显得很白 但是对牙是一种损伤啊 因为牙齿表面是那种幼稚 那么一磨呢 就把最坚固的 最珍贵的这个幼稚给磨毁了 然后套上贴片 看着很好看 但是对牙是一个伤害啊 现在呢 牙缝也很大了 一笑李老远就看着这个 很明显的这个 是吧 牙缝这种的 呃 然后 大宝呢 似乎 不太愿意在镜头里跟我说话啊 我就跟他 断断续续的说了一会儿 一米二宝在吃奥利奥 好像是那种 咖啡色的那种圆饼干啊 红圆葱一块五一磅 黄圆葱一块钱一磅 白圆葱一块五一磅 葡萄一块五一磅 葡萄一块五一磅 绿葡萄 红葡萄一块五 这边价格还比较低啊 我是在哪看着 红圆葱 两块五一磅啊 所以说红圆葱跟白圆葱是一个价 比较贵啊 黄圆葱便宜啊 我看他吃那个圆饼干 我说晚上不要吃天食 国内当时是晚上八点多 我说你要 大宝说他没事他刷牙 我说刷牙不行 我说晚上刷牙也不行 我说正常那个牙线清理牙齿 之后冲牙然后再刷 我说这样的话肯定不行 然后大宝说 你看二宝那个心的牙东倒西歪的 我说你得带他做窩个封闭 然后需要治疗这样的 简单的说了一会儿 也没什么太多要说的 他们在看电视啊 看了氛围还算轻松吧 他三姨躺在沙发上 估计他三姨退休了也没什么事 是吧 然后正好大宝二宝在那儿 也是看着孩子吧 其实大宝也成年人了 也不需要开了 但是可能离得近吧 可能觉得比较放松 换一个地方热闹一点啊 对吧 他三姨就说年轻的时候 好像也怀过二宝 但是打掉了 后来有点后悔 好像打掉的是个双胞胎好像 他家是一个闺女 其实呢 政策他们是可以生俩的 他们少数民族嘛 但是呢他没生 放弃了这个指标 反正人就是这样吧 有指标的当时还不想生 没指标的还想生 所以说人的这种心理就是这样 他也没珍惜这个指标啊 包括他二舅也是 也是可以生俩嘛 但是就生一个 也有点后悔啊 其实就是在他能生的时候 不生打掉了 然后在不能生的时候呢 突然想起来 哎呀当时不是生起来好了 对吧 就人往往是这样吧 有的时候你不不以为然 没有的时候 一想哎呀天呐 当时那么好的机会 就就糟糕了 对吧 很多事情很多人都是这样 没办法 这就是人性了 后来我就挂断了啊 嗯 当时也有点困了 我这个床还是不错的 可以随时休息还不错 今天收到包裹了 一个枕头收到了 两个枕头应该是 好像并不大啊 并不大 两个枕头 啊 乔麦枕头 终于有枕头了 今天医生问我 呼吸困难症状的时候 他说你是振几个枕头 我是一个枕头 这样的 Pillow枕头 P-I-L-L-O-W 我去Walgreen超市取我的喷笔剂 不知道现在他准备好没有啊 有一次我从健身总医院 看完医生来取药呢 那个 药房这个时候得下午啊 说你这个保险怎么着 只能下不去是怎么着 我也说哦哦哦这样的 其实有的老外 其实对华人其实不太友好 我记得有一次领食品的时候 一个外国老头 白胡子老头 他给大家发食品嘛 他发的是那种草药 就是那种调味料啊 他好像不太愿意给我 我也不想要 其实我对老美那种调味料 什么香草的 没兴趣啊 到我那了 我说这是酸辣 我说这是调料吗 Is this spice? 然后他代答不理的说 It's herbs 他没给我 我也不想要 我就过去了 从他那个面前走过去了 就是 老美的这些调料 我确实没有兴趣啊 今天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化验血压也算正常 血压 体重也正常 对吧 我觉得还行吧 自己的饮食呢 也算清淡吧 也算相对加小心 休息也行吧 就这种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更多的是一种 生活方式的病 对吧 生活方式导致的这个 出问题了 我的自行车是放在这边呢 还是放在哪呢 你看这个不就是他们那种 直播的那种灯吗 灯架吗 圆形灯对吧 圆形的灯吗 这种的 它是圆形的灯 这样的话就可以 这个光很均匀的 把这个大脸照亮啊 不会造成脸有阴影 我把自行车停这吧 这样的话不会晒着它吧 唉 锁在这儿 今天什么东西都没吃啊 我今天空腹抽血 那么会不会造成血糖 第一啊 不知道 免费的海滩包 什么意思 只要购买五毛钱的东西 免费的海滩包 促销那也是 放这儿吧 这有阴凉吗 放这儿 放这儿 我的白露吗 哈哈哈哈